小区每隔十天就有一人被杀 等尸体被发现时 已经变成了荒郊野外的一堆腐肉 警方立即展开调查 可一无所获 那些装尸体的行李箱就像凭空出现的一样 这让所有人都陷入恐慌 害怕下一个就是自己 晚上都不敢出门 警方为了尽快破案 把方圆百里所有小混混 全都请回了警局 重新录入他们的身份信息和DNA 以此告诫凶手 然而这丝毫不影响男人继续杀戮 这一次他盯上了邻居家的女孩 他知道邻居家的女儿经常深夜独自回家 于是他提前蹲在公交站 坐等猎物出现 很快女孩出现在视线中 等他走到没有监控的地方时 男人在女孩身边停下 假装好心带他回家 女孩见识自家邻居毫无防备地上了车 却不知他这一去 就再也没回国家 男人捂住女孩的口鼻 把他拖进了屋内 女孩奋力挣扎 但眼前近在咫尺又远在天边的家门 他注定是回不去了 男人把女孩绑在地下室 任他如何哀求 男人都无动于衷 冷冷地看了一眼女孩后 就拿起地上的木锤 将女孩拖进角落残忍地杀害了 随着女孩尖叫声戛然而止 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被装进了箱子 成了荒郊野岭的一堆腐肉 看着电视里的新闻 一个香包店老板若有所思 因为他认出新闻里的行李箱 就是他前几天刚卖出去的箱子 他拿出手机准备报警 可他老婆的一句话将他拦住 报警肯定会影响店里生意 他们俩还得去警局路口供 而且这种行李箱又不只有他们一家在卖 老板思索过后还是决定放弃 而另一边男人正淡定地清洗着地下室的血水 却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男人打开门一看 来人正是小区里有名的混混马叔 原来马叔的车位被男人占了 要求男人立马下楼挪车 男人也不想秘密被发现 便主动下楼挪车 可他刚坐上车就发现挡风玻璃上 被人吐了一口浓潭 男人立刻质问马叔 马叔立马就生气了 凶神恶煞地走了过来 再次走到车前 再次向着挡风玻璃上发射 嚣张地表示是我吐的 你要怎样 男人看到马叔膀子上的纹身 顿时耸了 啥也不敢多说地开车走了 与此同时小区保安在翻看垃圾分类情况时 却在垃圾堆里找到一袋腥臭的垃圾 在垃圾堆里成功翻出垃圾主人的信息时 保安立即提着垃圾上门质问 问男人为什么没有按照规定垃圾分类 没想到男人不肯承认那是他丢的垃圾 见此保安也急了 当着男人的面打开垃圾袋当面质问 男人听后大惊 终于想起里面装了什么 想上前阻止 可两人中间还隔着一扇门 保安打开袋子 发现里面竟然是一件女生校服 上面的名字正是几天前遇害女孩的名字 他瞬间傻眼了 可当他想起身逃跑时 男人已经举起木锤 脸上带着恐怖的笑容 狠狠地对着保安的头砸了下去 然而就在这时受害者妈妈回来了 当他看到楼梯上流淌的血液时 被吓了好大一条 他害怕地往楼上看去 还好是邻居打破了一瓶红酒 看清楚后 女人小心翼翼地避过红酒跨了过去 可就在他打开家门时 男人家里却传来一阵剧烈的电话铃声 女人惊恐地反过头看向男人 正在打电话的男人慌乱了 只能狠狠地盯着女人 逼得他不敢多问 慌忙关上门躲进家里 为了处理保安的尸体 男人再次来到香包店买大号行李箱 老板显得格外惊恐 对方付钱时他数都不敢数 这让男人不禁怀疑老板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他仔细观察老板 却什么也没有看到 索性店带着箱子回到家中开始肢解保安 但长期肢解尸体 必定产生远高常人的水费 小区的保安队长老李察觉到男人家中异常的水费 于是就打来电话询问 他家中是不是漏水了 男人看着还开着的水龙头 想着该如何敷衍过去 可还没等他想明白 门外又传来敲门声 男人挂掉电话 把手机放在离箱子不远的桌子上后 便不耐烦地前去查看 原来是小区居委会为了不让房价往下掉 就想在小区里安装监控 来找男人签同意书的 作为凶手男人自然不会同意 假一说自己就要搬家 所以就不签了 居委会大妈不死心往里面一看 确实看到打包好的行李也不再多说什么 男人送走居委会大妈后 回到地下室继续处理尸体 没想到刚处理完 门口再次传来敲门声 他压着脾气打开房门 这次是保安队长老李 上门检查管道是否漏水 没想到在检查地下室卫生间时 竟在地上发现带血的头皮 墙上还有胃干的血迹 一旁还放了大量消毒液 保安队长立刻意识到 背后的这个男人身上一定背负人命 他拿起扳手警惕观察身后男人的动静 察觉到对方慢慢靠近自己时 他强装镇定握紧扳手站了起来 像是什么都没有看到的样子和男人告别 可他颤抖的手已经出卖了他的心思 见老李已经察觉异常男人选择放弃动手 但还是不放心 蹲守在保安厅外 然而没等他蹲守多久 就被一个壮硕的身影按住 拖着男人就往停车场走 原来是男人又一次占了马叔的车位 马叔抓着他就是一顿暴揍 男人想起身反抗 可还是被马叔碾压 男人实在气不过 就想好好教训马哥一顿 第二天男人就来到一家职介所 希望能找到船员的工作 尽快跟船离开 却在填写电话时发现自己手机不见了 回到家用借来的电话一打 发现手机正被锁在行李箱里 他赶紧开锁 可他并不知道密码 尝试了好久都没能打开箱子 他开始变得狂躁 使劲砸箱子 然而箱子始终没有变化 等情绪渐渐稳定 他想到一个解决马哥的办法 男人来到楼下 记下马哥的电话号码 随后找到香包店老板询问开锁方法 面对这个可能是杀人凶手的男人 香包老板说自己也不知道让他另想办法 保安手机给马叔打了个电话 可电话还没接通 他就挂了 随后转身离开 看到来电的马叔立刻拨了回去 却发现是别人打错了 便没放在心上 深夜男人再次找到香包店老板 把他绑进地下室 点了份披萨 可外卖小哥收完钱就要离开时 却发现钱上有血迹 他好奇地趴在窗口偷看 没想到男人很警觉 马上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原来是保安队长老李救了他 外卖小哥把情况告诉老李还提议报警 但老李制止了他 说可能是对方不小心沾上的 见外卖小哥还不死心 老李又说假报案会受到什么惩罚 外卖小哥一听顿时就收了念头 骑车离开了 回到保安室 老李坐在椅子纠结 要不要报警 可再过五个月他就能躲过法律追捕 原来老李也是一名杀人犯 15年前他失手杀了自己的同事 害怕受到惩罚 抛尸荒野后就一直过着隐性埋名的生活 依照当时法律案件一旦超过15年就不再追究 最后他还是选择隐瞒这一切 与此同时男人把马叔骗了出来 这一次男人不再害怕马叔 拿着铁棍毫不客气地挑衅马叔 马叔这下彻底暴怒 一把夺过铁棍 对着男人一顿暴揍 可男人不仅没有生气 还在马叔离开后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回到家男人就把铁棍装到铁锹上 把香包店老板的手机沾上马叔的唾液 和铁锹一起锁进装尸体的行李箱里 第二天马叔就被抓到了警局 看着警察手中的铁锹 马叔才恍然大悟 男人却在路边看到了那个被他杀死的女孩 男人被吓得冷汗直流 可以死之人又怎能复活 果然这个女孩只是和被他杀死的女孩有点相罢 但他依旧动力杀新 决定在他离开前的最后一晚动手 晚上男人开车在公交站附近蹲守 没一会女孩就下了公交车 今晚女孩妈妈刚好有事没来接她 见女孩离开 男人立刻追上去 可就在这时一个女人出现在女孩面前 她正是之前遇害女孩的妈妈 原来她察觉到男人的不对劲 她已经失去了一个女儿 不想看到这个和女儿相似女孩也惨遭毒手 为了保护女孩 女人带着女孩走到马路中央 不断闪烁的车灯成了两人最好的保护伞 男人见此便驱车离开 回到家就想了结香包店老板 刚想动手就被已经逃脱的香包店老板背后偷袭 但他很快制服香包店老板 还在他身上连刺几刀 就在这时突然门铃响起 原来是外卖小哥假意来送披萨赶来救人 男人一打开房门 他就和保安队长冲了进去 和男人扭打在一起 眼看两人就要不敌 一个壮硕的身影出现 正是刚从警局逃出来的马叔 马叔来这里的目的显而易见 二话不说 对着男人又是一顿暴揍 老李抓住男人的衣领质问女孩的下落 可男人只笑了笑 并没有说出女孩的下落 急切地老李恍惚间在角落看到了奄奄一息的女孩 他拿起木锤对着男人狠狠砸了下去 可等他在反过身时女孩竟变成了被他杀死的同事 至此案件告破 男人成功落网 而保安队长因为再次杀人 他又得从新过上逃亡的生活